哈啰 大家好 我是大老师 熊的频道 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玩hfptwitchbilibili还有迪士库 今天要介绍的天季节悠辰在你新出的英灵 就是葛云一公主长大版的 这个在之前的十字系里面有出现过 看样子是完全没有动 很好 一样是妹妹头 可爱 喜欢 在悠辰幻间路里面呢 是可以控制到葛云一 葛云一的这支角色 那在淡基版当中是小孩子的模样 那长大版的模样 淡基版也是有出现 可是你不能用长大版的葛云一来战斗 那手游当中实现我们这个愿望了 我觉得以造型来说完全没有动 不太确定 但是脸型是差不多了 好 那个叫他小鬼头的人已经不在了 看一下喔 呃 葛云一公主在 对 出登场幽城幻间路嘛 然后 音音纳使得一念之差 没人与 一同前往幽影的他 独自在冥界守候八年 OK 就是他这边的剧情应该是讲说 跟冰里玄机一起上幽城啊 然后冥界就是等了八年他们才回来嘛 对 然后 当时的下回 却不认得葛云一的现在的样子嘛 OK 好 我们看一下他的动画好了 OK 曾经那个小女孩我也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我觉得还不错耶 看起来是雷属性的 对 一定是雷属性 他把那个东西变成一个法杖是不是 好 不过人信心的是他的CG图并没有改 太多了 因为大家是不是很怕像银马那样子 恭喜各位 不要担心了 耶 好啦 今天的那个人物情报就到这边了 那主要就是先恭喜各位 大家期待葛云一公主的样子 并没有改的太多 应该是没有改吧 好 其实我没有对照图啊 好啦 反正就是我们来期待 明后天的领取 跟葛云一的技能介绍吧 那今天的情报就到这边了 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就叫做我们HFB推举 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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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大家晚安 拜拜